黑心農藥真的流入市面了吗 检察官率领200多名检警调人员 并分29路 突急搜索 疑似进口含有禁药 三本促习的五间黑心農藥工厂 和十一间藏库 紧张的是协助搜建的海巡队人员 甚至还穿上了最高阶的化学防护衣 现场一看宛如发生化学战一般 把一箱箱疑似黑心農藥及器具 搬上车当证物 但因为三本促习 对皮肤具有强烈腐蚀性 有海巡队人员小腿甚至一度遭灼伤 还好没有答案 事实上遭查扣还有禁药三本促习的农药 被称为农药中的马飞 不但价格便宜 但是病虫害福寿罗的克星 却容易污染环境导致胎儿畸形 一次会打招呼啦 就是点个头 就是进进出 因为他们是住在这边嘛 追加贸易商业者 疑似利用从中国进口介面活性剂的机会 暗中夹带走私禁用的三本促习 不项的业者进口黑心农药赚取暴利 全流入了各地的中下游农药店 中文新闻韩志兴朱显明台中报道